工作的電話 然後非常謝謝孝憲剛才幫我破根 就是我們現在社民黨其中有一個提出一個證件是有關於年金改革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真的是優關就是可能是在場各位都會有關係到一件事情 因為將來很可能如果說照我們現在的年金下局的話 可能將來各位可能是領不到錢的 那我們當然這個問題嚴重性是很大 但是我們都知道年金改革的部分 關於各種年金勞保公保公教制度方面那個東西是非常複雜 100個人裡面可能有99個人是不知道現在年金制度裡面是有什麼問題 或是他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那所以說第一個我們想要解決問題是說 第一個我們現在比如說現在年金制度過於複雜 然後一般人根本沒有辦法了解 第二個是說如何簡單的讓一般人都能夠了解說 現在年金制度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有推了一個想像中的一個全民年金的制度 那如何讓大家清楚簡單的了解說我們的改革方案的內容 那目前想像的兩個方式是說第一個我們希望有一個圖表化或者是思覺化的東西 能夠比較簡單清楚的跟大家介紹說我們現在的各種的年金制度長的什麼樣子 那他可能隱含了什麼問題他需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那資料方面的話主要是說我們這邊的生命檔工作人員應該會做一些初步的整理跟分析 那第二個是說為了讓大家更有感覺說我們現在的年金制度必須要改變的話 目前出入的想法是說可以用個小遊戲很像那種現場RPG 比如說現在我們年金制度可能會只有勞工工教軍人農民或者是一般人就是你那個公民年金的人 那你這些勞工工教人員可能就是你的職業 那職業差異是說你如果說你一開始是選勞工的話 跟你選公教人員的話 那你在那個基礎上面的能力值可能是差別很多的 大家知道譬如說你那個以前你玩遊戲你的法師可能什麼你比較強 然後你的什麼動師什麼的你比較強 他們兩個東西數據基本數據上是有差異的 然後那個東西會造成說後來可能是一個類似大風的遊戲 然後你這樣過完一圈之後你會發現說你遊戲玩到最後 兩個人的最終結果 最終結果就是你拿到最後的那個退休金可能是差別非常大的 那藉由那個遊戲讓大家了解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制度方面其實有很多東西必須要做全面新的改革 那大概想謝大家 謝謝大家